话音刚落 就见东营忍者拔出武士刀 瞬间将大人劈成两岸 接着再一刀 又将后面的众人尽数斩杀 面对如此厉害的敌人 红总管连忙发出信号弹 向附近的荷兰炮船求救 却不想炮船收到信号刚刚靠岸 就被敌人的大炮一击炸毁 我的荷兰炮船 眼见红总管孤立无援 一个神秘人便从房顶飞升而下 二话不说就将对方的人头取下 此人正是日月神教教主 东方不败 原来自从前任教主任我行意外失踪 东方不败便暂待教主之职 统领整个神教 却不想他刚刚上位 就着急要一统天下 不仅暗自练习爵士神功葵花宝典 还勾结东营人 抢夺朝廷的军火 朝廷得知此事后 便派出一众大内高手 出面对付东方不败 可东方不败并没有将这帮小喽啰放在眼 只是让原非日月和福布千军二人前去应对 不料就在这时 灵狐冲和师妹月灵山恰巧路过此处 眼看两路人马即将相撞 福布千军猛地挥出一刀 就将月灵山斩落马下 使其跌落悬崖 幸好灵狐冲及时相救 这才幸免于难 等到灵狐冲反应过来 正准备找对方讨要说法时 福布千军二人却早已走远 见此情景 因为着急去牛背山退市归影 所以灵狐冲只得作罢 随后他便和月灵山继续赶步 起料两人刚到山脚下 就意外发现 日月神教坛主任盈盈的长边 遗落在树上 灵狐冲见状 猜测人盈盈等人可能发生了意外 随即他便和月灵山赶去总坛 果不其然 此时总坛外也已经失衡遍影 接着两人跃上房梁进入屋内 一阵观察过后 竟看到里面还有其他人 于是灵狐冲飞身而下 率先出手 不曾想几招过后 他却发现对方和他失出同门 华山剑法 对 我是灵狐冲啊 和师弟们再次相逢 灵狐冲十分高兴 然而寒暄几句过后 他又变得忧心忡忡 只因师弟们不是屠杀日月神教的凶手 这就意味着 凶手另有其人 为了查明真相 灵狐冲立马带领众人查看四周 很快他们就在现场 发现了东营人留下的武器 原来 东营人表面上与东方不败合作 帮其抢夺朝廷军会 实际上则是想借此机会 得到那本爵士武功秘笈 葵花宝典 因此他们便趁东方不败离开总坛之时 偷袭此处意图找到秘境 虽然任盈盈等人提前察觉 做好了准备 但一阵交战过后 总坛上下还是死伤惨重 就算任盈盈甩出长边还击 也不是东营忍者的对手 危机关头 蓝凤凰召唤毒蛇做掩护 趁机和任盈盈二人逃脱 最终忍者也因没能找到葵花宝典 无功而走 得知这是东营和日月神教之间的恩怨 准备归隐的华山众人便不想参与其中 可就在他们要离开时 一对东厂藩子碰巧赶到 眼见屋内的尸体没法解释 灵狐冲便让师弟们躺在地上 也扮成死尸 躲过藩子的搜查 不曾想摆秘一书 他的爱马竟在此时突然鸣叫 藩子见状连忙出去查看 唯恐爱马受到伤害 灵狐冲也随之冲出 飞身上马逃脱出去 吸引藩子离开了总坛 可就在灵狐冲甩掉对方准备回去时 天空中却突然一阵大雨 树上的飞鸟也随之落地 什么事 见此怪异情景 灵狐冲好奇地上前查看 只见一团白雾堆在暗面 灵狐冲便想一探究竟 不料等他靠近时 竟发现对方是名女子 于是他便使出荡剑式得到一年 却一不小心掉进了水中 九湖也意外落入对方的手中 此时的灵狐冲还不知道 眼前之人 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东方不败 听到这话 东方不败又把自己的上等 好酒扔给灵狐冲 灵狐冲喝过一口后 瞬间被其唇香的口感惊艳 高兴地直在水中打狗 接着灵狐冲又将酒递给东方不败 看着对方畅快饮酒的模样 灵狐冲再次呆住 这是一条鱼儿鹿骨 才打断了他的眼神 没酒也要品者高 大家都是酒到中人 我叫令狐冲 姑娘你规格方明 方便告诉我吗 听到令狐冲喊自己姑娘 东方不败有些诧异 只因他本是个男子 为了成为天下第一 不惜自宫练就回花宝典 随着功力日益精进 他这才逐渐变成了女人模样 面对令狐冲的不断发问 避免身份暴露 东方不败便潜入水底 施展千里传音之术 文听此言 林狐冲没有丝毫怀疑 他当即上岸准备解释 结果却是不见一人 等他再回过头 东方不败也已消失不见 只留下两只酒壶留在岸边 就这样 林狐冲带着两个酒壶 回去和师弟们会合 一番思索过后 他还是不放心 林狐冲等人 猜测对方可能会被东营人抓走 于是他便带着众人 一起潜入浪人营查看情况 不料他们却因为语言不同 被一个蒙面老者发现端倪 看到自己被人盯上 林狐冲等人便想将其引到僻静的地方 速战速决 不曾想老者却是率先出手 并且功力不在众人之下 林狐冲见转 当即使出独孤九剑 单挑老者 果然没过一晃 林狐冲就将对方的斗笠接下 眼见自己面容暴露 老者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老者便是日月神教的左使 向问天 得知对方是华山派的林狐冲 他便带着众人找到任盈盈 通过交谈得知 任盈盈等人并不是被东营人抓来的 他们之所以来到浪人营 是因为怀疑前任教主任务行 被东方不败关在这里 经过向问天这些时日的探查 他们将关押教主的地方 锁定在一处神秘之所 然而此地有很多高手把手 仅凭向问天一人无法进去 听到这话 林狐冲也顾不上归隐之事 便跟着向问天来到门口 只见向问天率先出手 吸引门口的高手 林狐冲则趁机潜入屋内 不曾想里面并没有关着任务行 而是东方不败的老巢 姑娘 是你啊 还记得我吗 有没有吓着你啊 哎呀 怎么这么多线呢 怎么越拉越长啊 拉到什么了 哇 这龙袖的好啊 龙佩凤 就在两人寒暄之时 一对忍者突然从房顶扔下几枚暗器 林狐冲剑撞 误以为是东方不败派人对付他 避免伤及无辜 他便带着真东方不败连忙逃离 殊不知 这是东方不败第一次被人这样保护 心中不禁对林狐冲 生起一些别样的情绪 可就在他沉浸其中时 手下福布千军赶来 林狐冲剑撞刚要出手 却被东方不败趁机点中穴位 晕倒过去 等他再醒来时 已经身处浪人营的大牢 巧合的是 任我行也关在此处 这么恐怖啊 你不用怕 东方不败锁住我的琵琶骨 不让我晕空 只给我水喝 留着我这条命 让我半死不活 林狐冲见此情景 当即斩断铁链 将任我行救出大牢 可他们刚出牢门 就遇到闻生赶来的神教教徒 眼看众人出手阻拦 林狐冲变剑招拆招 不曾想任我行 却被对方趁机夺走 正当众人得意之时 任我行突然使出悉心大牢 就将一众教徒的功力全部吸走 随之二人成功逃出大牢 回到神教总坛 得知东方不败这些日子的作为 任我行决定 等他恢复功力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东方不败报仇 夺回日月神教 然而现在东方不败神功大成 手下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于是任我行便想拉拢林狐冲 对其提出 如果华山众人愿意合作 那东方不败的江山 他可以与之共享 可此时的林狐冲一心向往归移 不想再参与江湖之事 便拒绝了任我行 没有得力的帮手 这让任我行只能靠自己行事 于是他趁夜将藏在地下的葵花宝典挖出 不料却被林狐冲发现 避免葵花宝典在他手中的秘密泄露 任我行当即就要对林狐冲痛下杀手 幸好任盈盈及时出现 以死相逼 这才让任我行放过林狐冲 随后林狐冲便先行一步离开总坛 他一路策马狂奔 不经开始因江湖之事心烦意乱 正当他想拿起酒壶借酒消愁时 却发现酒壶不在身边 这让他突然想到曾同饮一壶酒的东方不败 于是他继续赶路 准备去浪人营 恰在此时 东方不败因为练酒葵花宝典 面容和声音已经全部变成女人的母娘 看到林狐冲半夜前来 东方不败心生一计 我要你带我陪令狐冲一宿 别让他发觉你是冒充的 让他永远记得我 酒呢 令狐冲 对了 我一直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都是服侍成员 只求一宿 何必多问 东方不败为了隐瞒自己男人的真实 竟不惜献出爱情 让其假扮自己 和灵狐冲度过一晚 自己则为了完成一桶江山的大夜 连夜召集手下 准备趁机除掉逃出大牢的任务行 谁知就在这时 在树上偷听的蓝凤凰被发现 随即惨遭东方不败的独针攻击 随后蓝凤凰慌慌忙逃走 东方不败的手下则是一路追击 眼看蓝凤凰口吐鲜血重伤倒地 幸好月灵山及时发现 并和师兄弟们一起将其救走 却不想东方不败半路出现南下重人 为了掩护月灵山撤离 其他师兄们主动上前 迎战东方不败 但他们还没撑过两招 就被东方不败就地斩杀 月灵山见此情景 当即就要回去找东方不败报仇 不料却被蓝凤凰点穴制止 我已经揭开自己的血刀 毒血已经溜遍我的全身 我没有救了 我要跟东方不败同归一起 说吧 蓝凤凰便静止上前 只见他将一条毒蛇塞入口中 随即喷出毒液攻击东方不败 可就算这样 他依旧没能伤及对方分毫 自己则因中毒身亡倒地不起 等灵狐冲回来 当他看到师弟们遭遇不测 顿时愤懑不已 于是他决定 和任我行联手找东方不败 给死去的师弟们报仇 随即他们就攻上黑木牙 看到东方不败的真身 灵狐冲这才得知 对方就是和自己共度一夜之人 但他始终不愿相信 东方不败竟是个男人 听到这话 任我行忍不住就是一阵狂笑 东方不败见此情景 当即推出火刚发起进攻 随后稳坐台上 竟开始吟诗刺绣 眼见东方不败如此嚣张 任我行便使出悉心罢了 先将他的手下全部斩杀 接着再甩出琵琶弓 牵制住对方双手 此时任盈盈顺势上前 东方不败见转 当即一招击退任务下 随后向任盈盈甩出树根非针 关键时刻 灵狐冲上前舍身相救 这一幕让东方不败瞬间响起 灵狐冲当日救他的场景 出于不忍 他还是将非针收回 却不想灵狐冲丝毫不顾昔日之情 竟顺势朝东方不败赐出一剑 听到灵狐冲如此复兴 东方不败一时粗意大法 他以为是对方移情别恋 于是不顾自己的重伤 使出葵花般一大法 将城墙震得四分五力 而后顺势抓走任盈盈二人 灵狐冲见转 当即一招四十合一 成功将二人救下 眼看东方不败跌入悬崖 灵狐冲又出手将其救起 我们这些复兴的天下人 何必救我 我只是要问你 那天晚上跟我在一起的 是不是你 我不会告诉你 我要你记得我 让你后悔一辈子 说吧 东方不败再次跳下悬崖 灵狐冲本想再次救人 却被对方一掌推了回去 就这样 东方不败身受重伤 掉下黑木崖 从此销声匿迹 灵狐冲也始终没能得到 他想要的那个答案 事后任我行重掌日月神教 第一件事 就是要除掉教内东方不败的余党 不曾想他丧心病狂 不仅没能兑现当日共享江山的长梦 还反将灵狐冲也列入铲除名单 任盈盈得之后 连忙找到灵狐冲 让其赶紧离开 但是如果现在去牛背山 一定会被任我行找到 因此要想退隐江湖 就只能去对岸的扶桑国 于是几人急忙来到码头 不料就在这时 向问天奉任我行之命 阻拦二人登船 灵狐冲见状本想打箭迎战 却不想对方故意放手 甘愿受他一解 灵狐冲敬佩向问天 是个实时务的真英雄 于是他放下利解 要放走对方 可向问天安然无恙地回去赴命 并会引起任我行的怀疑 于是他甘愿自断一臂 掩护灵狐冲二人离开 盈盈 一起走吧 你放了我们 你爹也不会放过你的 我是维神角的人 不一定要遇神角神势存亡 车要开了 放手吧 就这样 灵狐冲与袁盈盈分别 最终和月灵山二人 踏上了退隐之路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